文協的成員先在中環舊政府總部西藏外示威 拉起交出真相的橫額 之後遊行到行政長官候選人之一梁振英 位於中環的競選辦公室外抗議 公開交代真相 確保市民自由 競選辦主任羅范昭芬出來接請願訊 然後文協再遊行到另一名候選人 唐英年位於灣仔的競選辦樓下繼續示威 他們要求雙方交代 早前在電視論壇上 唐英年指控梁振英在2003年 政府高層討論23條立法時 梁振英提及出動防暴警察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 又踢包梁振英妨礙言論自由 提出縮短商臺續排連期 文協的馮檢基說 若果他們不交出證據 黨內架6名選委 在特首選舉投票當日全部投8票 內容必須要讓市民知道事實 因為這是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和集會權力 第二是在事實未清楚之前 我本人呼籲選委 是不應該投任何一個候選人的票 大家應該去投8票 求華會要求立法會 溫庸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 以及速請廉署介入調查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道 大家好 感谢观看